好了 繼續來看這個美國的 一般關於以後中心最新的研究 說未到新冠病毒的人 超過八十趴 都是六十五歲以上的人 這位中心的專家委員李冰映 也說這個中八者的黨情跟失望率 本來就偏觀 像我們過來失望的病例 有不就這個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上 所以要讓我們的鄉親事大 要小心來訪好 最好要去煮以後審 有前擴散 事大沒辦法 跟老朋友嚇死 才是主婦 經過失去事大警察 不能待遇 新增了六例死亡的個案 總共是五男一年 年齡就五十多歲至八十多歲 二十三後前後的失望案例當中 五例都是五年五萬勝八 只有一個案二三八十五萬勝八 不過也八十多歲 因為美國一般關於以後中心的研究 超過百分之八十的新冠案例 發生在六十五歲以上 超過百分之九十五 在四十五歲以上 台灣現在面對英國變症八毒 風險有可能會增加 五月二十八 今天的開圖三級評論 專家有說兩個關鍵 要看沒有明顯傳染點的個案 他的比例如果沒有上升的話 就表示說防疫措施還是有效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確診的病例數 是不是到一個可接受的程度 多少便利算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專家說要讓自費中心來做判斷 關鍵要是要找到豐益的破口 各位民眾有做好逢好 美朋友也建議 不然他給人家要煮醫療 事大也要煮 這些當中有前擴散的風險 更減少 dares恢復 我們都憑